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鸟屋激乐部是有一个我朋友起的啦 每次我们在这边讲好像鸟话这样啊 讲一讲气这样啊 就讲鸟话激乐部 鸟屋激乐部这样 朋友太多啊 没有一个机会的地方啊 我就住在这间 然后可以叫他们朋友全部来这边 机会咯 他们每个乱乱飞 每次回来没有一个地方可以给你们集合 他就讲了 这些鸟全部回来 回来鸟巢 他就做一个鸟头给我们咯 哦 没有粉丝 我们最小 最小 差不多是五岁到五十岁的 因为连我们的孩子不会带来玩嘛 我们的概念就是我们第二个家 很多节目 对 一个人想到要做什么 给他们一个一个就出气了 我们就计划了 很快了 很满足的 就看到很多人来看到 哇 而且每个都会回来咯 哦 要不然真的连过年朋友有的都没有回来 他们选择去旅行都不会 他们是连过年咯 很惨的咯 出息跟出息就没有了 只要我们这些年轻人有赛啦 我们就可以搞一些活动啦 而且我们的鸟屋激乐部有很多好人才啦 有策划组 很浓组 而且有那个宣传组 帅狠 帅狠组 然后我们就是 牧后工作组 要帮忙这个我们就去帮忙啊 做啊或者什么啊 我们会搞一些跟人家不一样的东西咯 这些会是请别检庙的来我们 全部都是飘虫的啦 就是那个聊天这样咯 就是想到这样会比较 热闹又可以很多 我们的庙会比较热闹啊 全部会聚在一起 而且我们很喜欢这个 我们就可以借这个机会 全部都会回来咯 然后又听到人家的赞美 就飘飘然了咯 意思啊 应该是比较古老咯 没有好像啊 你假如没有搞这些年轻人的活动啊 那些老人家也是没有什么出来的 这会比较安稳一点啊 没有什么好像事情多多发生啊 因为我们这边的地方比较小啊 才三百多间屋子之一啦 我们村子里的年轻人每个都最后我们做工 可是到时候还是不要我们的梗 我们的鱼 不用这样盘忙 在自己的甘邦 找一点工作来做 好像我们出去外面啊 也是不安 我们不认识这些人啊 我们假如去给吃咖啡店啊 随便做一些啊 全部人都认识了 每个村民找得到吃就够了啦 也没有要求的话啦 甘邦就是这样啊 不可能会有牛铃大厦的啦 这个 对不对 我们就是觉得这样已经很足够 我们只是要讲话 就会变得更热闹 我们好像讲我们小时候 怎么我们小时候一色粉的呢 而且我们会让人讲 很想到我们一定要回来一色 因为讲到有的甘邦的人 就讲哦 回来一色很闷 所以我们做到很成功 变成了很多游子在外面 我是一色人 我这个 今年有什么节目 我一定要回去 你要不然以前我们不敢讲一色 我们没有人认识啊 没有人认识我们这个地方 我们只有讲麻婆 就是丹嘎 这样我们也没有讲一色的 所以现在很好人 麻婆 很多人都不认识 没有啊 除非都在塌掉咯 哈哈哈哈 应该是这样吧 因为都是一个很好的地方啊 都不会删掉的啦 对 所以第一个加拿肯定 带我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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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我回来